目前同一发票对讲有两大管道 除了可以在全台1300多个邮局兑换外 四大超商、全联、美联社则可以至门市兑换等值的商品 但是邮局提供发票对讲服务并不赚钱 年底合约到期后已经确定不再提供对讲服务 换句话说邮局对讲将在今年12月28号走入历史 不过从明年开始 实体对讲据点也将新增第一银行、彰化银行、全国农业金库、金门信用合作社 连江县农会信用部可以对讲全部的讲别 以及二讲以下可至全台农与会信用合作社 至于五讲和六讲则是可以至四大超商和全联以及美联社对讲 另外财政部开发的官方版统一发票对讲APP也将于20号正式上线 明年开始民众透过APP对讲不仅没有时间限制 奖金也可以自动归户 2000元以上的大奖也不会被克千分之四的印花税 政府也在推动行动支付、行动生活 那这个APP基本上就结合行动支付、行动生活的一部分 未来只要就是说你使用行动支付 那么行动支付结合这个云端发票 那么把云端发票储存在这个手机里面 那么未来在对讲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APP自然而然就很快就可以对讲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也希望全国民众能够在消费的时候 能够去积极地收取云端发票 那么发票存云端然后对讲就会非常的方便 不过想要透过网络对讲也有但书 如果是没有利用出这明年的云端发票 无论奖项大小都可透过APP绑定账户入账 但如果是已经印出纸本的电子发票 就只开放五奖1000元和六奖200元奖金直接入账 无需到实体据点兑换奖金 但是需透过APP将中奖的发票拍照上传 中央国务电台记者郑祥云 陈林信红采访报导